依资个股推介是领展823 经济日报投资而华早减选原因是 受加息预期回升影响 高息股近日反复回落 中长线可能具平货入市的机会 股份可以留意领展 领展现价比公股前高位低大约两成 摩根士丹利说 公股对派息的摊薄效应只有1成1 领展早前公股获得的188亿 将会加强领展资本实力 可以用作潜在收购增加长远回报 基金说一直积极和多名潜在合营伙伴 周共同投资物业进行沟通 领展将会下个星期三公布业绩 关注管理层会否透露潜在收购的消息 领展受惠于疫后零售复苏 五星展就说 去年4月到12月 领展香港零售物业组合入面的租户销售额 已经超过疫情前的水平 摩根士丹利股算 4月份本地零售销售 六岸年增长1.4% 可以推升收租股的估值 当中编号领展 策略上受到早前公股的影响 领展股价曾跌至47.15 即是3月10日的低位 但历首公股价44.2以上 昨天收到49.2 预测息率5.7厘 可以在48.5左右收集 大网级与目标价平均62.8 广告 5月11日早前公股 ен岩目标价平均 同团领愿